東方國小緊鄰社區的道路 車輛進出全靠這條東信路236巷 學生上下課經常以車針道 這條巷子不到3到4米的寬度而已 又是雙向車道 人車要相徵 再加上上下學的時候 小朋友又大人來接送 是要並行這樣子走 真的是很危險 一個人單側走都已經很危險了 何況是在接送小朋友的時候 那是更危險的 長期以來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都會跟車子走在一起 那就算是在通學時間 我們有就是做單向 但是還是車流還是很多 中央補助地方改善校園周邊 及行車安全道路改善 東方國小將規劃通學向 將利用擋土牆間的綠帶 設置戰道系統 這項工程總計畫1900多萬元 中央補助1500萬元 預計113年9月完工 未來將落實人車分道 市議員韓市域關心 未來工程規劃 特別邀請公務處當地里長 校方會堪 希望能夠讓通學步道 做得更盡善盡美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呢 長期以來 那都呢 這個缺乏所謂的 這個小朋友的通學步道 那呢 市域呢 非常感謝我們在地的 我們的賴里長 那以及呢 還有我們的居民 那以及呢我們這個東興國小的 我們校長 那還有呢 我們主任 那大家呢 共同的努力之下呢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共同來爭取 一個小朋友的通學步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市域的後方呢 其實呢 每一年呢 都要維護這些雜草 所以呢 這些雜草呢 這些雜草呢 未來呢 可能就變成是一個歷史的痕跡 也是歷史的記憶 那因為呢 這些雜草 都會變成是 人行步道 那人行步道的話 未來小朋友 同學也更安全 在我們看過很多座的這個樓梯 大部分都是可能有一個迷信吧 階梯好像有一個數字上的一個級數或什麼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平均去設計這個階梯的高度 最後如果不行的話要把它鏟平 因為呢 通常在最後一格他們就會不夠的話就會拉高 拉高的時候大家往往就 因為已經習慣性走那個高度 最後那一格他不小心就會踩空 真的很容易跌倒的 所以希望呢 我們的設計師呢 在這一點呢 他會幫我們注意一下 在很多我們就是社區的關心之下 爭取到這個通學步道 也謝謝市長 非常就是關懷我們小朋友的行路安全 那這個通學步道 將來也是會跟社區一起共享 我們希望說 再結合注意到無障礙空間 到行走的安全部分 也讓孩子更便利 也讓社區更便利 這邊謝謝所有的支持學校的長官們 市議員 韓世玉除了感謝中央 金融市政府大力支持 也期待工程能夠順利進行 讓未來學童上下學更安全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這段